好我們再來看到一個火爆的現場是大甲媽祖遭境 昨天進入彰化在晚間八點左右順利通過了一級戰區 是民生地下道 只是沒想到這媽祖軟轎在行進到三米路上的時候 同宿黨總裁白狼張安樂他突然帶隊出現了 一群人一度是想闖進管制區 遭到警方來阻攔 我們雙方呢是爆發了推擠衝突 甚至過程當中這副分局長也挨揍 帶走六名知識分子最後全一設違法 移送法辦 穿著政黨服裝和多名援警不斷推擠 甚至大小聲完全不把警方放在眼裡 大甲媽九號繞境彰化現場毫不平靜 疫情嚴峻今年不能弄腳咖 人潮也沒有以往的多 但衝突熱點民生地下道 警方仍就不敢鬆懈 部署超過六百五十名警力 組成人列進空路口 讓軟轎通過 但沒想到過了一級戰區 統阻擋白狼張安樂突然帶了一群人出現 創警管制區想要接駕 被員警阻擋在外 氣氛瞬間變得火爆起來 情方使用爛焦水驅逃避民眾 三位做推擠 對方沒有鎮藍宮同意就想接近軟轎 甚至強叫不成竟傻野 公然挑戰公權力全都依法就辦 記得綜合報導 東京都市場成功 政評企medi 行賀 前大 rainfall 惹一般 porter